之前视频讲到董卓之死 董卓死后 策划刺杀董卓的主谋王云 自然成为了朝廷的一号人物 而大功臣吕布的身价自然也水涨船高 说来也好笑 吕布似乎就是踩着钱东家的尸骨 一路走向人生巅峰 丁元氏 董卓义氏 如今 这位毫无底线的将军可谓是炙手可热 先是被授予奋为将军的头衔 又被封为温侯 开府一同三思 待遇相当于三公 朝廷的大权落在了王云和吕布之手 这两人如今是志得意满 仿佛站在了神坛之上 俯瞰大地 享受着所有人的恭维与称赞 在这一片和谐的声音中 有人发出了一声叹息 这个人就是名满天下的文人蔡庸 董卓死的那天 蔡庸正好去拜访王云 得惜董卓被吕布刺死的消息 这位文人显然是缺乏政治敏感度 竟然为董卓之死发出了一声叹息 就是这声叹息 要了蔡庸的命 王云健壮怒不可遏 跳起来指着蔡庸的鼻子骂 董卓乃是国贼 死不足惜 你身为朝廷大臣 理应同仇敌忾才对 岂料你居然对这个老贼之死感到痛心 你肯定是董卓的同党 王云马上命人将蔡庸这个反对派抓入监狱 那蔡庸真的是董卓的同党吗 他为何对董卓之死发出叹息呢 感兴趣的点个订阅 我们接着往下看 原来董卓上台后 为了讨得虚名 对知识分子表现得十分敬重 还为当年受迫害的清流党人平反 蔡庸作为一名文人 对董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认可的 因而才有了那一声叹息 但王云才不管那么多 他的逻辑就是 同情反动派的人 必定就是反动派 蔡庸被抓入大牢 扣上了董卓帮凶的帽子 被判处死刑 这一年 蔡庸六十岁 一世风竹残年 他本是一介文人 偏偏被架上了政治的马车 沦落到深陷淋雨的境地 这时的他还有一事未了 那就是还没有完成东关汉记这本历史巨著 蔡庸向王云低头认罪 表示自己不应该同情董卓 恳请王云能让他继续完成续写东关汉记 次资断足也在所不惜 蔡庸名重一时 连董卓都对他敬重有加 就因为一声叹息被判处死刑 这岂不是天大的怨居 许多人站出来为蔡庸求情 太为马蜜迪求到了王云面前 希望王云让他完成东关汉记 马蜜迪不提写书之事还好 一提起写书 王云即刻就炸了 汉武帝就是因为没杀了司马迁 才导致那本充满对汉武帝的 毁谤之词的史书流传后事 现在国运终衰 要是让蔡庸五文弄墨 岂不是给了他嘲笑诽谤我的机会吗 一声叹息 一册东关汉记 就这样把蔡庸推下了死亡之骨 蔡庸一声叹息 就这样丢了性命 但对董卓的死党与手下汉将 王云反而仁慈了 王云的算盘也很好才 对于身边有吕布这样一个吕刺被主的人 王云自然对他放不下心 留下董卓的旧部 让他们互相制约 这样不就达到平衡了吗 王云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沉浸在诛杀董卓的喜悦中 认为自己做到了群雄做不到的事 欲发的自命不凡 觉得自己可以重塑朝廷权威 结束全国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 在王云看来 朝廷号令不兴于关东 都是董老贼倒行逆施的结果 如今董老贼被杀 关东群雄自然会回到朝廷的怀抱 按理说 在朝廷这么多年 王云不至于这么天真无邪 可偏偏他就这么干了 恰逢衍州刺事刘代 在与黄金军作战中身亡 王云便派遣金上出任衍州刺事 哪知曹操杰族先登 丝毫不给朝廷半点面子 把金上打得落荒而逃 王云很困惑 为什么董卓死了 关东群雄与朝廷的对峙 还是没有结束呢 他思前想后 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结论 董卓虽死 他的军队尚在 只要解散了梁州兵团 朝廷与关东群雄之间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天真的王云下定决心 要解散梁州兵团 此意义出 自然就有人反对 梁州兵团与关东联军对峙已久 现在解散 若关东军趁机杀进来 岂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有人提议 让黄辅松接管梁州兵团 董卓之前 梁州兵团本来就是黄辅松的部下 梁州士兵一定乐于听从老上司的指挥 这是一步好奇 然而王云能同意吗 梁州兵团可是一支强大的武装 这支军队无论落到黄辅松之手或是吕布之手 那对于王云来说 都是巨大的威胁 王云本身是文贯 他自己又控制不了这支军队 因此解散梁州兵团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种拉锯的时刻 最害怕的是梁州兵团的将领们 王云的做法很奇怪 既不发布设令 又扬言要解散梁州兵团 将士们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时间 谣言四起 说王云要血洗梁州兵团 想想也不奇怪 蔡庸感叹一声就要了他的命 梁州兵团可是董卓的部下 王云要血洗了他们也不是不可能 但其实王云也并没有想要血洗梁州兵团的想法 他只是想干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董卓的女婿牛府 董卓还没死的时候 牛府就是梁州兵团的二把手 现在成了头号人物 王云认为 想要摆平梁州兵团 就必须要干掉牛府 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 要诛杀牛府 王云将此事交给吕布去办 吕布派出了李肃捕杀牛府 这李肃也是 之前杀董卓就差点失手 还得靠吕布最后补刀 结果这次追杀牛府又出了幺蛾子 被牛府打得落荒而逃 这回可没上次的好运了 惹怒了吕布 被当场斩首 牛府打赢了李肃 可最终没逃过身边人的背叛 在逃亡的途中 被自己的随从胡斥尔砍下了脑袋 牛府被杀的消息传开 梁州诸将惊呆了 牛府的部将李绝瑟瑟发抖 这朝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杀完牛府就结束呢 还是要一个一个清算呢 李绝心灰意冷 打算把部队就地解散 回老家种田算了 好歹还能保住命 历史的走向就是 往往因为某个人的一句话 或者一个举动 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轨迹 于是一个人出现了 他就是贾许 贾许是李绝手下的一个陶鲁校尉 他可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谋士之一 此时的贾许是梁州兵团的一名 终极军官 贾许说了一句话 彻底改变了李绝的决定 将军要是解散军队 一走了之 那么王允不必派一支军队 只效一名驿站长就能将你申请了 那既然如此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贾许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过 他不慌不忙地答道 将军手握重兵 不如引兵西向 进攻长安 如若成功 便可坐镇京城 控制天下 若失败 那便再逃也不迟 这注意好 横竖最后的结果都是逃 那不如先去搏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李绝茅塞顿开 一声令下 数千名梁州士兵浩浩荡荡 杀向长安 李绝一路向西 队伍如滚雪球一般 迅速壮大起来 驻守各地的梁州军 对于朝廷的政策本就十分茫然 李绝振臂以呼 大家索性都豁出去了 杀入长安城 或许是条生路也说不定呢 等这支叛军到达长安城时 已有十万人之多 望着城下黑压压的叛军 汪允傻眼了 我都不追究他们的罪行了 他们竟然还造反了 汪允这人没头脑 还特别地迷之自信 自认为凭借长安固若金汤的防御攻势 以及吕布的骁勇善战 对付这些个叛军完全没问题 然而叛军围城第九日 吕布手下一批官兵滑遍 打开了城门 叛军一拥而入 局势瞬间逆转 吕布试图抵抗 但兵力太过悬殊 根本无力回天 吕布带着数百名精锐骑兵 准备突围而去 虽说干了几次卖主求荣的事 但这次吕布倒是挺仗义 还是想着带上王允 王允这人很多缺点 刚愎自用 眼高手低 但不得不说 在这最后的关头 他还是展现了大汉忠臣的气节 从容赴死 不苟活 不备君 吕布劝不动王允 只能自己杀出重围 逃命去了 王允带着小皇帝留邪 逃到宣平门 但还是被李绝抓住 李绝毕竟不是董卓 对小皇帝还是很客气的 但王允就没那种好命了 王允及其妻子儿女全被处死 亲信宋毅 王红 私立校尉黄丸等人也被处死 此时 距离董卓之死 仅仅过去了两个月 同样的戏码重演了一遍 王允死后 李绝成了车骑将军 郭四为后将军 樊仇为右将军 三人共同主持朝中 皇甫松最悲剧 到哪都是被排挤的 虽然给挂了一个太尉的头衔 但没有实权 不久后便被免职了 王允之死 也意味着朝廷与地方军阀和解的希望破灭了 我们再把眼光看向吕布 吕布的故事是就此结束 还是刚刚开始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点个订阅 感谢大家的支持 王允被杀后 吕布逃出长安 一路向东逃窜 过了两年逃亡之旅 如同丧家之犬 但吕布干预现状吗 那显然不能 他可是一尊大菩萨 小庙自然瞧不上 必须要找个大庙安家 吕布自认为 自己首任了董卓 为元氏兄弟报了灭门之仇 这二人定会对他静若上兵 吕布先到了南阳 投奔了元树 元树果然对他十分欢迎 但显然不是像吕布所想的那样 对他有感恩之心 孙坚死后 荆州刺史刘表欲战欲勇 元树在南阳的地盘不断遭到惊吞蚕食 别看元树牛逼哄哄的 实际上没什么本事 之前能出风头 靠的权势孙坚力挺 如今孙坚已死 失去了最大帮手的元树 已是日渐衰败 吕布不期而至 对于元树来说 简直是老天爷给他送来的礼物 元树想将吕布照入麾下 充当他的马前卒与大手 但很遗憾 吕布可不是孙坚 他从来都不知感恩为何物 在他看来 元树对他的这些超规格的款待 那都是应该的 因为他是原家的恩人 甚至 吕布开始把元树的地盘 当成他自己的 纵容士兵们四处劫掠 自己反克为主 当起了南阳的土皇帝 吕布的得寸进尺 无法无天的行径 让元树忍无可忍 就这样的人 元树也不指望 他能为自己安前马后的效劳了 元树对吕布起了杀心 吕布也不是傻子 自然察觉到了危险的来临 在元树还没动手之前 便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 逃之夭夭了 第二战 吕布逃到了元树的冀州 这时的元树正集中力量 清剿冀州境内势力庞大的农民军 正是用人之计 很快便接纳了吕布 吕布与元树并肩作战 共同清剿张艳的黑山军 吕布的勇猛之名并不是朗得虚名 元树借吕布之力 很快打败了黑山军 可惜 吕布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盟友 很快就让元树感到心累 吕布的队伍骄横残暴 四处打架劫舍 再这样下去 元树的冀州非让他毁了不可 元树算是看明白了 吕布这种人根本控制不了 与其如此 不如趁机杀了他 以绝后患 吕布这边又一次地嗅出了血腥的气味 几周留不得了 但怎么的也得找元树讨点好处 元树慷慨地封了个私利校尉给吕布 并安排了三十名甲氏护送吕布离开 说是护送 实则是想找机会做掉吕布 吕布要是这么好对付 早就死了几百回了 对于元树的用意 他心知肚明 却假装一无所知 这天夜里 吕布暗地派了个人在帐中谈争 三十名甲氏 以为是吕布本人 等到争生停止 烛光熄灭后 闯入帐中 将床上之人砍得血肉模糊 完成任务后 赶忙回去找元树报喜 得知吕布已死 元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 可惜 还没让他高兴多久 元树又接到一个消息 吕布并没有死 死的是个替死鬼 元树如舞雷轰顶 内心大害 慌忙下令闭进城门 生怕吕布杀回来找他报仇 元树也是想得有点多 吕布此时自顾不暇了 哪有时间找他报仇 吕布很是心寒 自己好歹也是元氏家族的恩人 怎么元家两兄弟都不待见自己 显然 吕布也不是个会检讨自己的人 万般无奈下 吕布最终决定去投靠 河内太守张阳 张阳与吕布本是同袍 都在丁元手下干过 在这穷途末路下 吕布想起了这位老朋友 在投奔张阳之前 吕布去拜访了一个人 陈留太守张淼 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临别前还依依不舍 握手蒙事 张淼如此地看中吕布 实则是因为一个重要原因 他对曹操越来越不满了 曹操入主眼周后 用雷霆手段镇压反对者 在陈留俊有个声望很高的人 名叫鞭让 曾多次嘲讽过曹操 曹操一怒之下 直接将他全家灭门 这件事 曹操干得是十分的不明智 大失人心 当初拥立曹操有功的成功 对他非常不满 联合从事中郎许四 王凯以及张淼的弟弟张超 秘密组成了反曹联盟 陈公看中了张淼 想拉他下水 两人一拍即合 准备豁出去大干一场 于是 吕布这个棋子就十分关键了 只要有吕布相助 先下手为强 眼周势必能一举拿下 陈公秘密与吕布联系 这个消息对吕布来说 仿若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他大喜过望 立即率领部众 从河内郡出发 挺进眼周 此时眼周大部分军队 都去东征淘迁 只留下了司马巡域 首张令成域 以及少数兵力 驻守眷城 张淼派人来忽悠巡域 说吕布是来相助曹操 攻打淘迁的 让巡域赶紧提供些军粮 巡域是何人啊 年轻时就以聪明才智 而远近闻名 甚至被人誉为王左之才 张淼这种小伎俩 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你不来说还好 结果自己送上门来 把这些阴谋给暴露了 巡域立马判断出 张淼联合吕布准备叛乱了 可如今眼周兵力微不足道 张淼作乱于内 吕布攻击于外 如何能防 违境之际 只能固守眷城 一代曹操主力回援 巡域一边加强眷城守备 一边十万火急持书 东郡太守夏侯敦 夏侯敦收到信后 急忙放弃了蒲阳 率为数不多的军队 奔回眷城 与巡域会合 张淼成功等人叛变 吕布入眼 眼周朱俊县 纷纷举白旗投降 曹操的地盘 几乎一夜之间 便沦于吕布 张淼之手 在巡域 成域等人的努力下 眷城 范县 东阿三座 仅存的城池 得以保全 而此时的曹操 正昼夜急行 奔驰在从徐州 返回眼周的路上 曹操攻打徐州 为父报仇 没想到 正要摘取 胜利果实之时 自己的老巢 反被一锅端了 忧伤愤怒的曹操 不得已只能放弃 攻打徐州 奔回老巢回远 徐州就这样 鬼使神差地 躲过一劫 曹操回到 沿州后 与吕布开始了沉闷的拉锯战 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看谁先泪趴下 总的来说 曹操还是稍战上风 陆续收复了一些地盘 沿州的局势 大体上大体上已经控制住了 就在此时 传来了陶谦病死的消息 这个消息 让曹操喜恨参半 喜的是仇人已死 恨的是自己未能手刃仇人 但他转念一想 陶谦死了也好 不如趁此时机 夺取徐州 寻谕对曹操的想法 十分无语 吕布 张淼等人还虎视眈眈 曹操却想转头去夺取徐州 完全就是复仇心作祟 寻谕的谨慎是对的 因为吕布正密谋 组织一次大反扑 公元195年夏天 庄稼成熟了 对于一直缺粮的曹操来说 总算是有盼头了 曹操把军队都拉过去收割小麦 只留下了一千人驻守兵营 吕布抓准时机 与成功纠集一万兵马 偷袭曹操 曹操营寨只剩一千人 面对一万兵力 曹操果断放弃营寨 向西撤退 同时紧急召回 正在收割小麦的士兵 吕布轻松占领了曹操营寨 一看人去债空 哪肯善罢甘休 于是便纵马直追 结果 掉以轻心的吕布 被曹操大军埋伏个正找 打得七零八落 吕布连夜逃走 曹操拔取定逃 把吕布势力彻底驱逐出衍州 经过一年血战 曹操终于走出困境 在衍州争夺战败北的吕布 再一次地成了流浪汉 如今与袁绍 袁树 曹操都成了敌人 自己还能去哪呢 吕布把下一个盟友 锁定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刘备 前面说了 曹操与吕布斗得如火如荼之时 徐州的老大陶谦病死了 临终之际 将徐州托付给了刘备 吕布对刘备本事一万个瞧不上 在他看来 自己可是刺杀董卓的传奇英雄 而刘备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平庸之辈 只不过 刘备现如今捡了大漏 拿下了徐州 对这个徐州名义上的老大 还需虚微微移一番 但在吕布这攻迁的态度背后 实则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只要有机会 吕布就会把刘备一脚踢开 将徐州拒为己有 当然对刘备来说 也十分不欢迎吕布 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只不过暂时不想和吕布撕破脸皮 只能勉强应付了事 说实话 徐州这个一把手的位置 真是不好坐 对徐州虎视眈眈的大有人在 曹操 吕布都盯着这块大肥肉 袁术自然也不肯落后 袁术突然出手 发兵进攻徐州 刘备派张飞留守下批 自己领军在须移 怀音一线阻击袁术 张飞是一名猛将 上阵杀敌是他的强项 但管其正事来 那就是一团糟 下批向曹豹是逃迁救部 本就对刘备这伙 外来人员看不顺眼 很快就与张飞闹翻了 张飞这人性格火爆冲动 闹了矛盾才不跟你摆事实 讲道理 直接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一刀解决了曹豹 这下可不得了 陶前旧部哗然兵变 夏皮城陷入一片混乱 袁术得知夏皮兵变 意识到这是推翻刘备的 绝佳机会 他即刻给吕布 发取一封密信 劝他趁机西区夏皮 还答应给他提供粮食 吕布这个人 向来只知道 让别人对他感恩 自己从来不会对别人 心存感恩 刘备收留他的恩情 完全不知一提 有了袁术的支持 吕布反手就捅了刘备一刀 奔袭下批 刘备挥下中郎将开诚投降 张飞夺路而逃 但逃得太急 一不小心就把大嫂给忘了 刘备的妻子落入吕布之手 还有其他将士的家眷 西数成为了人质 前有袁术 后有吕布 刘备左右受敌 只能收拾残兵败将 逃窜至广邻郡 刘备短时间内经历大起大落 反而镇定起来了 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向吕布投降 那么问题来了 吕布刚刚才夺了他的地盘 难道不想斩草除根 转而接受刘备的投降吗 你猜怎么着 这吕布还真接受了刘备的投降 其原因大概也就三条 第一 虽然吕布和袁术和谋夺了刘备的地盘 但始终吕布和袁术之前是有仇的 双方都不信任对方 第二 吕布经过和曹操的眼周之战后 兵力所剩不多 第三 也是最关键的 那就是吕布本身就瞧不起刘备 压根不把他当成对手 既然刘备不足为惧 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他身上多浪费时间和精力 接受他的投降也未尝不可 吕布接受刘备投降后 扔给他一个御州刺史的虚贤 驻军小佩 自己摇身已变成了徐州墓 至于袁术 吕布借口他没有如约提供粮食 与之反目成仇 袁术机关算尽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计不成 袁术又胜一计 不久后 袁术提出让袁家公子娶吕布的女儿 两人结为亲家 一同孤立刘备 吕布此时急于在徐州站稳脚跟 尽量避免与袁术的战争 于是满口答应了婚约 袁术剑稳住了吕布 迫不及待罚兵三万 由大将纪林指挥 攻打驻扎在小配的刘备 刘备此时元气大伤 哪有力量来对付三万大军 只能再度低三下四地求吕布帮忙 对于吕布来说 刘备死不死的他并不在乎 但如果被袁术抢了先机 那么自己可能就陷入了袁术的包围圈 所以刘备 他不得不救 吕布不愧是战神 这场战役还没开打 季林就被吕布的惊天一剑吓得魂飞魄散 直接就撤兵走人了 凭这一剑 吕布创造了战争史上的霸占修兵神话 季林罢兵后 刘备暗地里扩兵力 在弥主等人的支持下 把一些徐州兵并入自己的部队 人数已达万人 这个时候 吕布终于发现 自己严重低估了刘备的能耐 他下定决心 要对刘备动手了 三国的精彩故事 就在于反反复复 今日是有 明日成敌 这才刚刚就刘备出元术的虎口 下一秒就要亲手送刘备上路了 吕布出手 小白兔一般的刘备自然不敌 小佩沦陷 刘备成了流浪者 下一步去哪安身呢 思来想去 刘备决定投奔曹操 此时 曹操与刘备有着共同的敌人 吕布 曹操自然张开双手 欢迎刘备的到来 到此时 公孙瓒 袁绍 曹操 吕布 袁树等人 各自割据一方 刘备崛起之路还未开始